这个图档主要用来展示双曲线的标准式 那么它可以调整的位置呢 非常简单就是主要是在 贯轴上的地方 OK 还有贡二轴的这个地方 调整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双曲线的渐渐线 它会跟着调整 那我们这一圈圆圈呢 主要是经过了 它的这个两个焦点的位置 OK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双曲线的性质里面是 a平方加上b平方等于c平方 好 那我们在调整的过程里面 这里这个标准式也会跟着变动 OK 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整成 它是上下形的 这样的一个标准式 OK 所以呢 这个图档的主要使用方式 就是以上所展示的这样